阻断冠病措施实施期间 本地会馆和社团活动全部暂停 为了让成员在家中能够继续学习和保持活跃 一些会馆不仅将课程颁帐网也调整了内容 通过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教导方言和传达冠病信息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南华潮剧社则从2月开始推出网上内容 并在阻断措施期间每天上载新视频 当中包括戏曲教学和过去演出过的长篇剧目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玲报道